HKG報推介為大家送上今日必題 民主黨上週舉辦黨員飯局出席者只有大約30人 擺三圍桌可能都坐不滿 近日還有全民主黨在莫財的困境之下 開不了圓唯有截留 削減全職黨工的數目定財兩規 未來還有翻身之日嗎? 當日號稱泛民第一大黨 為什麼會落得今天凋零淒清的慘房? 簡單三個字 自作業 政黨本分本應該是論證 待市民向政府提出意見 但是民主黨和一眾的反對派 就有成員洩不做出越界的事 2014年的違法佔中 民主黨就積極參與 佔中九指之一的李永達就是民主黨的前主席 到2019年反修例暴亂 民主黨人就更加無處不在 在各處衝突的前線 都幾乎可以看到他們黨員的身影 其中林卓廷在元朗港鐵站出現 還有胡志偉在立法會大樓對出 向警隊排敲我要見指揮官等等 之後反對派涉違法初選 當中也有民主黨人捲案 看以上的種種 令人不禁要問一句 民主黨為什麼要越走越偏激? 民主黨的日漸偏激 結果在2021年5月 立法會通過修例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後 不少民主黨區議員或怕被DQ追逃新金 急急跳船 辭去議員的職位 加上2020年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總辭之後 令民主黨收入大打折扣 之後因為疫情和各種因素 民主黨主要裁員之一 籌款蔓延又停辦多年 最終令他們五行欠水 多番宣告財困 武毒有偶 公民黨在3月27日 完成所有程序正式解散 公民黨有限公司 在公司名刷上除名 昔日兩大的泛民政黨 越走越偏風 越走越陷荷 在劉慧卿上載的黨員飯局照片上 幾位昔日的黃色政治明星 例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 前立法會議員陶僅新 已經不見身影 或者他們的處境 就是民主黨當下的寫照